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地球旅馆,我是Lancer 2020年了,刚刚跨年,再过几天就到我们华人农历新年了 地球上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禁忌 尤其是我们中华五千年文化,国大精深 从古到今也留下了很多民俗禁忌 也许现在很多年轻人知道的越来越少了 思念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渐渐的现代化了 快过年了嘛,所以先给大家拜个早年啊 祝大家新年进步,年年有余 好,现在就和大家来谈谈华人新年大大小小的禁忌习俗 大年除夕我们的传统就是大家围在一起吃团圆饭了 吃团圆饭就要有鱼有肉 吃鱼就代表年年有余 吃韭菜代表长长久久 吃菜头会有好彩头 吃丸子就象征了团圆 吃年糕意味着步步高升 吃完团圆饭后啊 长辈会给晚辈压岁钱 祈求长命百岁嘛 之后呢就通宵不睡觉直到天亮 我们叫做守岁 还有呢,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啊 千万不要打骂小孩,也不能争吵 否则啊,这一年都不顺利 年初一 古人年初一会放鞭炮 这是为了赶走年寿 大家会穿上新衣新鞋 这代表着万象更新 还有传说呢 穿上红色的内衣裤的话 全年都会红运当头哦 还有呢,年初一也是有一些不能做的事情 比如,不要打破东西 因为初一打破碗碟碑盘 意味着这一年会有破运 但是如果真的不小心打破了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样做 用红色的纸把碎片包起来 然后说,碎碎平安 并放在神桌上几天 这样就可以化解灾难了 古人认为呢 在大年初一扫地的话 会把财运、财富及好运给淘汰 但是如果真的要动扫把 那记得一定要由外往内扫 年初一和年初二是不适合洗衣服的 原因是啊 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水神的生日 就是初一初二 所以这两天不能洗衣服 这样就不会把你的财富、财运给洗掉 年初一睡午觉的话 不仅会影响事业运 还会懒一整年 所以大家困了就多喝点咖啡吧 年初二 出嫁的女儿可以在这一天和女婿一起回娘家 也叫做回门 但是在年初一、初四和初五这几天回娘家的话 会导致娘家的家宅运不好 所以呢 还是建议初二和初三回吧 还有小姐姐们回娘家拜年的时候啊 要千万注意 绝对不要送单数的回门礼 因为单数不吉利 年初七 初七是人日 据说呢 这一天如果天气晴朗的话 就代表会人身安逝 如果下雨或者是阴天 那可能就代表疾病瘟疫会发生 希望那天千万不要下雨啊 在这一天 大家也要互相尊敬 家长不适合打骂小孩 人们呢 也会在这一天捞鱼生 祈求来年会有好运 年初七也是煞星日 所以许多事情啊 都不太适合在这一天进行 如果要外出远行的话 就尽量避免这一天吧 年十一 这一天是岳父宴景女婿的日子 俗称子婿日 年十二 这天呢 是女儿的归宁日 出嫁的女儿可以再回娘家一次 年十三 因为啊 在新年期间 大家已经吃了很多天的大鱼大肉了 所以呢 根据传统的习俗 这天会吃的比较清淡的稀饭配芥菜 年十五 也就是上元节 俗称元宵节或者登节 那这一天呢 就是天官大地的生日 也是过年的最后一天 这天之后呢 一切就恢复常态了 所以民间呢 都会热烈的庆祝 所以呢 这一天也叫做过小年 那除了过年的禁忌之外 各国的华人在平时的生活中 也有不同的禁忌 我们也来顺便说一说吧 一 在喜庆的场合 千万不能说不吉利的话 什么不吉利的话呢 二 不能用红色的笔写名字 因为红字啊 一般是给离世的人 或者是死停犯用的 三 吃饭的时候啊 绝对不能将筷子 实力地插入饭碗中 因为啊 这就和在祭拜死者的时候一样 是很不吉利的 四 在网上出门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在外面吹口哨 因为这样啊 很容易招惹孤魂野鬼 五 这个啊 就有点复杂了 在送别人礼物的时候 我们华人还是很讲究的 在一般的情况下呢 我们都不会把 中当作礼物送给别人 因为送中和送中 读音相同 华人也不送手帕 毛巾 因为这意味着 室内 只有是丧家的时候才可以送 送礼代表分离 送邪意味着远别 送伞代表着分散 所以啊 这些都是我们不送的 当然如果一定要送这些礼物的话呢 还是可以的 但是要向对方收一块钱 这样就代表着是一桩生意 而不是馈赠 你对这些习俗禁忌有什么看法呢 很多习俗和禁忌已经流传很久了 虽然我们也不迷信 但是呢 很多寓意还是很有趣和值得深思的 不管你是否认同 它都是我们组位留下来的 我们也应该或多或少的表示尊重了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习俗禁忌 你们觉得很值得注意 但是我却没有提到 也请留言分享给大家 好 喜欢我们的话就请点赞分享 也请大家多多订阅我们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要按两次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